海兽正悄悄靠近 猎人们纷纷狙击火炮射击 奈何人家窥下太阳根本没伤害 船长只好下令改变策略 开始发起弓箭射击 这下把海兽扎疼了 直接前进海底 再猝不及防 一个鲤鱼打挺 整艘船都差点被搞翻 海兽咬出船身 再伸出长长的触手 一抓一个小朋友 船员们都叫苦连天 这时雅各挺身而出 抓起长毛 朝着海兽的伤口一丢 他就腾得仰天长笑 船长看着机会 朝海兽腹部狠狠一次 战争结束 猎人们获胜 听完这个故事 福利院的孩子们纷纷欢呼 雅各和船长简直太帅了 讲故事的梅西也这么认为 他当即就逃出去找雅各 要成为像他一样的海兽猎人 但没想到 他和雅各的第一次见面 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雅各最讨厌小孩了 当即就要停船把他送走 但梅西有嘴巴舌 很快就说服船长让他留下 结果当晚他们就被海兽袭击 还是SSS级的红眼膜 随着船长一声令下 无数炮火立刻发射 红眼膜一时没反应过来 扑倒在海里 机会来了 猎人们把带绳索的鱼叉 纷纷刺在红眼膜身上 整艘船被拖着兜起了圈 仔细看会发现 海面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船身快倾斜成90度了 梅西就直接从房间里 被扫到船舱上 再这样下去 大家都会没命的 可船长直奥得很 非要等红眼膜体力耗尽 一举把他拿下 梅西看不下去 当即拿出匕首切断绳索 雅各一想到全船人的性命 也没有拦着 很快绳子被割断 二人被弹入海里 殊不知 此时红眼膜正死死地盯着他们 这下玩犊子了 谁知红眼膜居然悄悄离开 两人赶紧爬上小船 却不想船长正举着枪 要杀死梅西这个不争气的 谁知下一秒 突然从海底伸出个巨大的嘴 把他俩连人带船全部吃掉 然后又消失了 看样子这红眼膜还挺仗义 但这不影响雅各想杀他的心 他摸索着来到红眼膜的鼻孔 却被梅西拦住 俩人搁那吵架 搞得红眼膜鼻子一痒 好在雅各及时抱住住 不然早就上天了 眼看梅西还在人鼻子里 他扯着绑在腰上的绳子打算救人 谁知勾起了红眼膜的兴趣 轻轻一扯 梅西就被迫挽进宫中休闲 红眼膜帮他咬住他的鞋 这才停止晃动 他俩就开始了长达一分钟对视 梅西看着眼前大家伙 这个歪头杀怎么还有点可爱呢 雅各却开始作死 看到鱼叉就又想动手 结果 红眼膜轻轻扬起的水花 在雅各看来那简直就是海啸 人家都不细地和这小菜鸡玩 不过当务之急 两人得赶紧找个安身之处 雅各沉默了 隔天一早就要带他回家 哪知突然出现个大钳子 直接把小船夹起 梅西不小心掉了下来 落在巨型螃蟹的背上 雅各这边也很难搞 大螃蟹直接抓着他要往嘴里送 眼看就要被吞掉 海面又出现一样 是红眼膜 大螃蟹赶紧把雅各吐掉 进入战斗状态 一剪子就控制红眼膜的脚 梅西健壮 用力扯大螃蟹刚拉的双眼皮 虽然让他松了钱子 自己却掉进海里 雅各愤怒了 一个鱼叉正中螃蟹的鸽子窝 他正努力地想拔出来 红眼膜趁机叼起他往天上甩 战斗结束 可梅西还在海里 这时一只蓝色的小海兽 把他捞上来 真是有灵性的小家伙 但是现在船漏水了 没法回家 梅西突发奇想 可以找小红帮忙 小红是红眼膜 雅各觉得他疯了 而且红眼膜肯定不会帮忙的 谁知人家听完直接潜入海底 再把他俩连人带船拖在背上 梅西别提多开心了 雅各也不得不承认 传说中吃人的海兽 真的没有那么穷凶极恶 很快到达目的地 他们都要跟小红说再见了 梅西不舍得拥抱他 小红却突然警惕起来 原来在山坡里一边 有艘装备精良的捕猎船 而一个眼尖的士兵 很快发现了他 二话不说就朝他开枪 这下小红被激怒了 把岸边的小船全部掀翻 紧接着把捕猎船拦腰撞成两半 本以为这下消停了 哪知又是来一艘捕猎船 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船长的吗 他从女巫那拿来抄强麻药 再配合巨型鱼叉 发射 小红重招晕了过去 被五花大绑着 船长刚要带回去给国王交差 却突然发现 海面上飘着一艘小船 是雅各 船长赶紧把他救回来 毕竟兄弟哪有隔夜潮 但一听说他和红眼魔做了朋友 就气得上头 雅各还好意思要求他放走红眼魔 怎么可能啊 小红被绑着带回皇宫 一路上看见的村民纷纷叫好 夸赞船长是最棒的猎人 居然拿下了最高级别的红眼魔 船长有点飘 当即就站在小红的背上 拿出长毛要解决他 雅各却劝他收手 两人开始了一番激烈的打斗 但他怎么会是船长的对手 直接被一巴掌拍到水里 不过没关系 这给梅西争取了时间 他拿出匕首 要把束缚住小红的绳子割断 船长此时再次举起长毛 先军一发之际 好心的船副赶来帮忙 一刀就把绳子砍断 小红重新站起来了 可他体内的麻药气还没过 又歪歪扭扭的摔倒 这时国王命令炮车集合 无数炮车对着小红 他刚要反击 突然看见船长准备作妖 直接急速前进 把他逼得连连后退 正要吃掉船长时 梅西突然拦在他面前 如果你要做这个 它永远会结束 雅各也拿着长毛 高举过头顶 对着小红高喊 小红这才放下戒备 梅西二人爬到他头上 这温顺的样子 所有人都震惊了 但这还没完 梅西举起手上的书本 他要向全国人民 揭露皇室的罪恶 原来梅西发现 所有写着海兽有多话的书本 全部都是皇室所出 这完全就是诋毁 好让猎人们去杀光海兽 过程自己的领土 围观的群众纷纷倒戈 要求放小红离开 就连将军也把刀收起来 打算弃暗同名 国王皇后只能落荒而逃 小红则平安地回到自己的海域 其实人和动物 是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的 只不过因为人的贪念 导致动物们都无比惧怕 才会发起反击 希望所有人都能善待动物 营造